你看到我們跟大陸的對比 你不會害怕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今天 很多在台灣 比較沒有機會去大陸 或者對大陸 受到整個主流媒體的 這種偏見式報導 所對大陸的誤解跟錯誤 可能會造成一個 非常非常嚴重問題之所在 就是大家不明白 大陸並不是大家存在的 十年前 十五年前 二十年前 很落後那個印象 大陸在整個互聯網科技這件事情 當然是以阿里巴巴 馬雲為代表 可是不只馬雲 還有騰訊 還有什麼 整個中國大陸 它有四個字 請各位觀眾朋友牢牢記住 叫做後發先制 現在中國大陸在互聯網科技 互聯網金融 互聯網所有上面創新的業態 不是說只是超越台灣而已 不是只是在亞洲獨霸而已 它是超越全世界 這件事情是所謂的後發先制 什麼叫後發先制呢 就是我們大家現在都在拿 智慧型手機 覺得好炫好炫 大陸的農村農民 非常窮的地方 他們從來沒有過 我們在家裡所謂的有線電話 坐機電話 什麼東西沒有過 它直接就是智慧型手機 這就是他一下子科技的跳躍 所以一個北京的教授 很驚訝的告訴我 他到農村去進行調研 他本來以為這些農村的大嬸 大叔要跟他討論什麼問題 沒有跟他們在討論 美國歐巴馬跟選舉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看手機 智慧型手機 他們家裡也不用裝電視 直接新媒體互動電視 直接去 這個有多可怕 剛才智賢所描述的是 他們整代人 大家只要想 2000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出生的 這幾新星人類好了 他們所有出生以後的經驗 跟我們台灣的這個部分 完全不同 台灣現在還要拿現金 還要說我差幾個零錢怎麼辦 我要去停車 那個停車費沒辦法繳什麼 他們到台灣來 詫異的一塌糊塗 覺得說你們怎麼那麼落後 因為他們就帶著一個手機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我真的跟各位說 你現在到中國大陸的大城市 你帶著現金是叫不到計程車的 因為他所有都有一個 那個第三支付的那個叫做微信支付 逼一下就好 然後你直接在網上叫了車子 到你這裡上來全部逼 然後馬上你在那個同時 因為我就坐車就發現 等到快到的時候 他已經問卷問你了 說這個司機對你親切 他是不是很禮貌 在過程中有沒有什麼 你對他意見如何 馬上評分完畢 馬上這個人做 所以台灣很多人還在這邊嘲笑 說你看中國大陸也不聞名 然後大家服務水平也很差等等 是他現在是處在一個變動的階段 可是大家光想 運用後發現限制的這個龐大的 市場跟智慧力 接下來他在整個服務體系 會超越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一個車子馬上都可以 立刻當場解釋 那這個司機敢跟你吵架嗎 敢跟你繞路走嗎 敢對你不好講話難聽嗎 敢把車子弄得很髒嗎 所以整個中國大陸快速的變遷 我真的很希望 第一個大家腦袋不要搞錯 第二個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選擇一個最壞最壞的時機抗中 因為現在美國選到這個川普 台灣必須要對他付出 可能不只多少倍的保護費 但是我們也得不到我們要的安全 因為大陸實在已經超越太多了